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 你的舵机 GVS已经接到D6 D6上面了 接上去的时候 马达可能会震动一下 那个没有关系正常通电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 来试试看测试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 当我们拿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先了解 先了解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做测试 所以现在我们线接好了 我们把线接好我们现在来做测试 那 我们刚刚使用的角位是D6所以你要先把它改到D6 D6 所以如果你这边接的是 D7 那你这里的积木就要写D7 所以这是使用上要注意的 你的程式 跟你的硬体的角位是要互相搭配的 好那这里刚刚讲了可以从0到180 那我们先来测一下90度 所以我们先做连接好 装置先把它连接一下 好连线成功之后呢来我D6已经设定好了 那我们90度 点一下那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那个马达 有没有在动 好有 好那 这时候我再点第2下 他就不理我 为什么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马达的角度呢是绝对角度 对他这个方向呢如果是90度 那等一下你再叫他转90度他就 不会再动了 除非他现在在别的角度 好来测试一下 那如果是0度呢 再点一下 这个是0度的位置 所以你再点一下0度他也不会再动 那所以我如果我要 叫他持续的变动呢 那我可以增加一个积木 然后给他 换不同的角度 比如说120 到30度 所以他应该会动两次 对不对 一个是30度一个120 对不对 那 Qblock的积木很贴心 他其实把那个等待时间已经写在积木里面了 如果你用这样的积木在别的 环境别的软体里面他有可能是 会来不及动 会不正常 因为你没有等待时间 但Qblock的积木应该是把等待时间都写进去了 所以他可以正常的使用 不会因为来不及 当掉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如果要叫他一直动 那我就控制这边我把重复包起来 那我一样用 刚率期被点击的时候 所以当我按Action 他就会一直在30度跟120度之间来回不断的动 那么我们请各位测试一下 在零度 请各位先到零度这边看看 他会不会抖动 还有到180度 这边会不会抖动 如果你转到这两个角度会一直不断的抖动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舵鸡的品质不好 他有可能是仿冒品或者是劣质品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这教学用的并不会买到很高级的舵鸡 对不对 所以如果 0到180 他0度或180 他会不停的抖动 那表示他里面的零件 没有弄得很精准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范围 我们就不要到 很紧绷 比如说我就到最多到5度 最 最少到5度 最多到 175度 你就缩减一下范围 一直到他不会抖动 为止 那 那个就是你的舵鸡的安全范围 这个也请你观察一下 好请各位试一下你的 舵鸡能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 他的0到180 有没有问题 那甚至你可以试试看小数或者负数 有没有规律 好 好请开始动作 10 1 1 10